为了增加裁剪量能 台大医院在台大医学院体育馆设置防疫集门诊 18号正式启用 不过市营运当天人流不多 台北市长柯文哲到场视察 定调台大市战略预备部队 医疗体系最后一道防线 先暂时开设这样的量能 没有需要弄那么多 台大医院还是全台湾最大的医院 这个是我们打仗 最重要一个叫战略预备部队 这是我们最后的战略预备 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开开开 现在我们防疫集门诊量已经到一万两千 当然到底要 最后要扩充多少这还不确定 我们现在每天在看报表 我们在研究 事实上好像到现在为止 每次确诊人数在 双北已经有点好像平原 我们也在监看 我们目前今天台北市的 空床还有500多 700多了 因为我们现在全台北市 防疫专责病房到2400床 因为已经有私家医学中心 开到30% 因为还有700床 算一算 我们现在是前天是进来170 出院140级 大概只增加差不多24而已 所以今天是这样 目前台北市的医疗资源是够的 因为 病房数在增加 从2200增加到2400 第二 空床数现在看起来要超过700 到目前为止住院人数没有突然暴增 大概维持在200上下 所以 在这个医疗资源还足够的状态下 市政府并没有打算去改变太多的防疫措施 只要医疗量能还可以撑住的话 我们就继续保持密切监视 那台大医院先开这个防疫急门诊 明天起是开始市营运 当然是这样 也没有必要说一下就投入很多人 我们看这个有需要的话 台大医院会迅速增加他的作业容量 我们把台大医院当作我们 台北市 整个医疗防线的最后的战略部队 后备部队 一开始400 现在是这样 有需要才增加 没有需要你弄那么多干什么 所以我相信 以台大医院的量能它是绝对够 但是我们会看 因为我们要观察 到底红红什么会到 如果红红还没到 你没有在 没有必要就没有投入 没有办法投入 没有必要投入那么多人坐在那里等 所以这个一开始400 我们就观看整个台北市的需要量 再来调整 台大医院开设的防疫急门诊 预估每日服务800人次 规划入口为林森南路 采两线采建 完成采检后 由林森南路离开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打赏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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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